对他下毒手了 杀害韩队长的一定是熟人 你怎么知道 韩队长的枪 一旦被罚 可是他自己 却中了三枪 我们都知道 凭韩队长的身手 一个凶手 无论如何也杀不了他 一定是有人 趁他没有防备的时候 才开了枪 你的推断很好 但可能这是一条线索 但也有可能是巧合 不 绝不可能 一定就是熟人 那按你的意思 这个凶手就在寻部房里 如果你确定的话 那么完全可以 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清楚啊 我们就可以早点抓到凶手 为韩队长报仇啊 安可 你的心情我理解 我们大家和你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 感情和事实不能混淆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动动脑子 要用事实来说谎 要用事实来说谎 没有不把你投네 你一直都要演 你是谭队长妈的吗 还是谭队长大师 你是谭队长妈的吗 李世贼 我是新来的巡捕安可 关先生让我在这儿等你 对了 以后我也住这儿了 安可 安可 你说我该不该相信你 当然应该了 好 我把有些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我们要做成铁案 必须让秋水仁 用毛笔 把这个八个字 再写一遍 那你还等什么 他们都进 其实我心里毕竟还急了 把里把里 只能行走 走吧 过什么生日啊 不过了 那怎么行啊 过生日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过的 再说 你要不去的话 他们非把我吃了不如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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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李杰这小子 我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我过生命 真的 我从心底里感谢你的 我会永远记住的 你真不是好歹 我是怕伤了你这个未来的驸马爷 等到那个李杰跟佳米结婚 我一定表演 一定跳 好不好 师父 你曾经教会我很多很多 现在你能告诉我 下面我该怎么办呢 我没法叫你 师父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没法叫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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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敢跟我们漫天要嫁 他敢跟我们漫天要嫁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来一个 落地还嫁呢 落地还嫁 他汪四宝 进进出出有人围着 那他的太太和儿子 难道也会防范得那么严密吗 只要把他的太太或者儿子 攥一个在手里 你想 他还敢不答应我 免不了回去 我这就去办 明天这儿不是医院 走吧 年轻点啊 年轻点 喂喽 雪猪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 没事 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情了 来 坐下啊 刚才我去个珠宝店 你看 好看吗 好看 我把你送我的那款戒指换了一个款式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的 你喜欢就可以了 反正家里也没有人疼我 只能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了 温龙 你怎么不高兴啊 是不是我换了戒指 不是不是 只要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少爷 请回吧 老爷关照天黑前必须回家 否则 否则什么 我这么大的人了 还想你们天天跟着 我就一点自由都没有啊 少爷 您别生气 都是老爷吩咐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其实还不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吗 算了 文龙 咱们回去吧 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好 我听你的 说吧 什么事 奎哥 我们都打探过了 汪四宝那个老小子 可惊着呢 汪公馆戒备森严 层层射房 一到晚上 汪家人根本就不出来 白天呢 白天倒是有人进进出出的 不过都有保镖跟着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我就不相信他汪四宝滴水不漏 你们给我好好盯着 一有机会马上告诉我 是 您看看 这颜色挺不错的 汪太太 你怎么好久没来了 是啊 一直没时间 再说 出来一趟也不方便 我说呢 怎么老不见你 我们店拿进了很多新料子 你看 这料子您穿着最合适了 是吗 您今天可得多买点 瞧 那边还有好多呢 得一 Koreans 佩哥 她进去买布料子去了 看到清楚了 看清楚了 有没有人跟着 没有 就她一个人 动手吧 都力准掉 是 走 干什么 没事 温温路 温温路 老板娘 名声药店怎么走 你走过头了 在前面两间 好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干什么呀 一惊一扎的 他妈的 还真是滴水不落 这样吧 老的下不了手 看看小的有没有机会 是 小爷 你想去哪里啊 随便走走 小爷 你有什么事 我想上个厕所 少爷 这里不干净 咱回家再说吧 对 对 你说这种事能憋吗 让开 这小子真难吃好 就是啊 本来在家待得多好啊 不由我们兄弟俩受累啊 好 女儿 少爷 你怎么从这里跳出来的 要是摔倒了 我们怎么和四爷交代啊 你们就不能不跟着我吗 像个苍蝇一样 你知道我烦死了知不知道 少爷 这不是我们想黏着你 那是四爷吩咐的 我们不敢不听啊 对对 要不您有什么话回去和四爷说去 谢谢 魁哥 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小子连撒尿都有人跟着 虽然今天我们在街上转悠了一天 可是连一次机会都没逮到 我他妈真想用手榴弹把他给炸死 是啊魁哥 干脆做掉他算了 放屁 炸掉他拿什么去换木本 我说 你让人整天前前后后跟着 到底跟到什么时候啊 怎么了 是他们不听话吗 不是 不方便 你说 我这一出门后面就跟着两人 弄得我什么人都不敢来往了 姐妹涛里都怪我疏远他们呢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要是不让人保护你们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会呢 你也担心太多了 不是我担心 是因为那帮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和他们之间到底什么过节啊 弄得我们全家整天提心吊胆的 不倒人家管那么多干嘛 听我的就是了 怎么了 郑和军 守着电话就想把兔子等到吗 胡姐 王四宝的老婆 还有她儿子不好下手 我们都跟了几天了 王家的保镖 始终跟在旁边 连王家公子上厕所 都有人盯着 还有 那小子去找女人 保镖也不立左右 胡姐 实在不好下手 干脆杀了他们算了 杀人容易 可是模板呢 现在我们要撑住气 老虎总有打盹的时候 好 你在外面走来走去干嘛 有话就进来说 说呀 什么事情 温龙 有话和你爸直说呀 还是那件事儿 哪件事啊 我要娶雪珠 雪珠她跟我也已经提出来了 哼 我以为什么事呢 原来还是为了这个女人 温龙啊 这么个憋角的女人 也值得你这么上心 爸 雪珠她现在是上海小姐了 什么上海小姐 那全是狗屁 温龙啊 不是我说你 你真是太没出息了 我 我喜欢她 你喜欢什么人是你的自由 不过你要娶谁 那得经过我的同意 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好好在家待着 没我的同意 不许越门一步 哎 四宝 四宝 儿子 这事儿 真的这么定了 嗯 本来我想找爸爸好好再商量商量的 我希望他能够网开一面 答应我跟雪珠的事情 是啊 这事儿你爸要是不同意 那肯定是办不成的 说不定啊 还会害人家 他要是敢害人家 我就害他儿子 傻孩子 你害他儿子 不就是害你自己吗 行了 你爸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些天哪 学乖点 待在家哪儿也别出去 啊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他关得住我的人 关不住我的心 诸位同仁 韩队长因公殉难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虽然人已下葬 但这件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 不 我在这里向大家表个态 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到底 一定要找出杀人凶手 言成不耐 是 借此 高位求全之下 韩队长的英明 但是 当务之急 真机队还必须有一个人来顶替韩队长 这样才能把破案的大人担当起来 我考虑再三 这个职务 由夏警官来担任 他跟随了韩冬基多年 勤奋好血 人品堪忧 再说 大家也知道 他还是我未来的女婿 中国不是有这老话叫做 举贤不必亲吗 希望夏警官 在这个职务上有所建树 也希望全体同仁 全力配合 李洁 祝贺你 关总 我行吗 什么行不行的 就这样 来 队长 恭喜恭喜啊 谢谢各位兄弟 队长 昨天请咱们吃顿饭吧 对 饭呢我一定会请的 但是时间安排上得听我的 怎么说 也得等到韩队长过了三期以后 让他好好地回家 对吧 行 那就没说的 韩队长对我们有情有义 我们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吗 对 谢谢各位弟兄 李洁 你出来一下 找你有点事 好 文卡 有什么事情 我觉得 韩队长的死 拔指是王司宝干的 有什么证据 证据还没有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可能性很大 上次 我和韩队长 缠了二十万 就去过汪公馆 他 这事我知道 你们还把王司宝抓了起来 可是到现在呢 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据 不管怎么样 应该调查一下吧 可是没有证据你怎么去 弄不好 让我们被动的 你怎么老是证据证据的 不调查哪来的证据啊 你这个当队长的 怕这怕那 那韩队长的仇 什么时候能报啊 我什么时候说我怕过了 我只是说 要按规矩办事 可是规矩不也是人定的吗 夏队长出什么事了 安科 怎么了 有话好好说 雨桀 如果我们有事情 找汪四邦去问一下 算不算破坏规矩 我怎么问 直接去问 你是不是杀了韩东吉 当然不会这么问了 可是 也不能让汪四邦太嚣张了 我们那天 跟韩队长守灵 你说他来是吊咽的还是示威的 你说啊 那天他把打手都带进名堂来了 韩队长这群县有之 不会让我们这么窝囊的 你看他那股嚣张劲 如果不给他威视看看 真让我们巡运皇当软四子了 是啊 再怎么着 也不能让他做了我们的规矩 好 我们都不是窝囊鬼 跟我去找汪四邦 好 好 喂 你们找谁 走开 找我汪四邦 不行 不能随便禁 等我向四爷通报了 他同意 你们才能进去 狗屁 姓汪的什么东西 他给我没订过去 你们想干什么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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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你别说话 喂 你手下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跑到我们这里来闹事 领头的就是夏礼节 乱叹气 四月到 什么事情让夏队长如此兴师动众啊 夏队长 你消息挺灵通啊 上次囚守人提取二十万法币的事情 你怎么解释 原来是这件事啊 我上次不是已经给你们原来的韩队长说过了吗 但你没对我说 你看 我告诉你们韩队长之后 他就死了 夏队长可不要重蹈覆辙呀 说笑说笑了 我在问你话呢 你问我话 我可以不回答吗 为什么不回答 因为我已经回答过了 想必你们也已经趋路在岸 但同样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回答第二遍 汪四邦 秋守人虽然死了 但是所有的证据表明 他就是你养的内鬼 就凭这一点 我们可以断一个妨碍司法公正 弟兄们 继续搜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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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队长 你们有诉查证吗 要是没有 我可以到公布局去告你们私闯民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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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组新仆 你来的真是及时啊 看见没有 你的手下正准备大开刹界呢 不准备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怎么回事 关总 我是来向汪先生 核实一些情况的 那也用不着带这么多人 汪先生 夏队长本来要一个人来的 但是弟兄们怕他 像韩队长一样遭到暗算 所以死发地跟他来了 弟兄们 是不是 是 汪先生 恕我管教不严 多有得罪 哪里哪里 不过 夏队长办案进行正当调查 也希望汪先生多多配合 那是 那是 回去 是 上 关总 巡谱 夏队长 大家不送啊 不远送了啊 这小子 胡死驾不倒啊 可是这威风可不如从前喽 好 大夫妻 打个窟 打个窟 大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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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窟 谁出的主意 是不是安可 我 我也同意的 你怎么能听他说的 他一个新来的什么都不懂 而你呢 一个老巡捕 要当上的队长 你怎么做事 也不动作脑子呢 我知道 这阵子 你们心里都憋着 想早点查出 杀害韩东基的凶手 但是你们要讲究策略 随便胡来 光凭一时冲动 能解决问题吗 上次韩东基带着安可 和别人胡搅蛮缠 已经让我很被动 这次又出现了 同样的事情 还又是这个安可 看来这个安可 跟韩东基 学得太多了 快说 韩队长人都走了 就别说他的不是了 李洁啊 你现在当了队长 有责任管好你下面的每一个兵 按照规定 安可应该 关禁闭一天 好好反省反省 你是我的部下 又是我未来的女婿 你应该理解 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说 我理解 但是我要求跟安可一起关 那就没这个必要 不 为整肃警戒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 随你的便 是 队长 你 你来干吗呢 你说呢 不是关禁闭 难道开会啊 你说你这个人 你说你来干什么呀 你不来吗 我还能打在嘴睡个觉 你一来 成天不让我睡觉是吧 你呀 真是狗咬李动兵 没良心 那叫没安好心 再说 你什么时候咬给我呀 你听懂了没有 我说是你 狗咬李动兵 对吗 那叫不是好人心 还是呀 你咬李动兵呀 那叫 对 是不叫好人心 郑斩啊 今天多亏了你那个电话 否则这帮爷小的叫起针来 也是满头疼的呀 四爷这么器重我 我当然是应该 想四爷之所想 急于四爷之所急呀 是吧 当然了 哪天四爷不在了 你便可以拉着他四爷的大气做火力了 哎呀四爷您千万别这么想 马某断人不敢有这种念头 您是当今的大英雄 我马某算什么东西 这点自知之明我非常清楚啊 准备 别紧张 嗯 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您可就吓得我一身冷汗啊 哈哈哈哈 四爷去 啊 离奇 嗯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没想什么 行官上是三把火 啊 活到你跟我一起关进地了 哎呀 不过亦不去啊 这跟你没关系 这可全靠我自己争取来的 来到星光这五条时间 我想 这是我们第一次 这么悠闲地在一起的 你想知道 开始的时候 对你有什么看法吗 什么看法 我觉得 我刚来的时候 你特别地排斥我 我猜想 应该是嘉敏的原因吧 其实 怎么说呢 说实话吧 在美国的时候 我对嘉敏确实很有好感 我很喜欢她 我就得承认喜欢一个人 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嘉敏的心里 有你这么一个人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那样 跟你打交道这么长时间 我现在觉得 嘉敏的选择是对的 跟你在一起 她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 还好 当初我没陷得那么深 不然的话 现在可能为了嘉敏 我会跟你决斗的 我说 你不认识 你很坦诚 我这个人 不太会撒谎 小的时候 在他人间生活 其实那个地方如果不撒谎 很难生存的 可是我爸爸告诉我 人要诚实 我记得 我爸爸 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爸爸 曾让我在我母亲的遗像面前 为了整整一个晚上 为什么 为了一根蜡烛 一根蜡烛 小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我爸 在我妈的遗像面前 点蜡烛 上香 后来我就学她 买点心的钱 买了一个蜡烛 在我妈的遗像面前点蜡烛 可是后来父亲问我 蜡烛从哪儿来的 我怕她怪我 我就说 捡来的 我爸不信 他就罚我在我母亲的遗像面前 跪了一个晚上 后来我实在吃不消 就告诉他了 我爸说 那也不行 即使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你撒谎了 不诚实 这样也不好 但后来 我爸 很并集 而且我怀的 随着自己 也不需要 然我相信 我们 病死 问题 能够 赸荦 有什么 不有型 在那儿 行了出去吧 别把我的禁闭室 当成你们交友俱乐部 是 走 看个人都看不见 你他妈 大大大 多 怎么了 多 有四爷 四爷 少爷他 少爷怎么了 我们听到前面有动静 就前来相助 留着他看着少爷 谁知道他让少爷给溜了